原标题,酒驾男汽车狂奔2公里,没想到交警是马拉松健将。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赵卫军送命。 11月2号晚上,江燕交警在城区江燕大道与人民北路十字路口查酒驾。 8点左右,一辆在飞机动车道行驶的摩托车被交警拦下,不料汽车小火车子一推撒腿就跑。 一名扶警猛追几十米后,由于体力不知只好作罢,正在马路对面事情的交警刘盈,温生赶了过来,简单询问后追了上去。 张摩跑出几百米后,自认为已经安全,放慢了脚步,回头观望时,发现一名交警正朝他跑来,张摩赶忙继续狂奔。 而刘盈始终在驾驶员身后保持云速追赶,就这样,两人一路向西,奔跑了两千多米之后,张摩实在跑不动停了下来。 刘盈一个剑步冲上弦将张摩按道在地。 看到交警面不改色,张某不服气,我上学时就喜欢运动,后来工作主要从事体力活儿,运动量也大。 没想到居然没跑过他。 在派出所当得知交警刘盈的另一个身份后,张某心服口服。 原来刘盈是一名长炮爱好者,每天都要跑20公里,以坚持十多年。 此外他还曾多次参加马拉松赛事,最好成绩为42公里3小时33分钟。 11月10日,驾驶员张某协议检测结果出炉每百毫升协议中的酒精含量为142,1毫克属于醉酒驾驶。 目前张某已被取保候审,责任编辑诗经。